姐妹今天什么菜季呢 今天六段高鞋子 哎呦妈 好 颜色绝对正啊今天 嗯 太甜了 来 炸完了这是吗 对 炸完了 一会尝尝 好 尝尝去 等会儿说话 哎呀 你们今天炕上了 嗯 做个高鞋子 做个老爷子吗 给你送鞋子了 我大人 太好了啊 今天媳妇给我做了个 肉段烧茄子 这是水晶粉呛土豆丝 这是肉段烧茄子 就是橙色老爷子那个 嘎嘎香那种 溜得绝对正啊 吃饭 吃饭 菜都上来了 你们可能大人就出家了 出家 出家家 有你我能看过红尘吗 这啥是买的 这个尝尝给我的 我先自己买 我都留几个干杯 你不知道我什么经济状况 不行啊 老许 这个我不会讲 那你那真是没有 你走道都经脏乱讲 我觉得你倒是全是干杯 吃饭吗 吃 吃饭吃饭 楼下老头老太又一边盘一个 不也挺好 你说半身不随呢 老头老太 他盘的多多量 你很拉倒 您半身不随那是有病 那你就是赵米东说 你送一个一个手串 就都不好 你也已经说腿点不好 那个 你送给那个滑板车的话 他就能参加端奥会了 能化兵了呗 那差不多了 你开饭吃饭 吃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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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就给我伤了 我伤了伤了伤了 有没有合适 你这个二个血后的生活 二个想告别这个女人 哈哈 干杯 没问你能活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不可缺少的女人 我听说你今天手坏了 咋上去 我背都没有 滑点 你咋慢点 我今天干活着急 活太多了 然后你回不来 这点都回不来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太难了 太过活太多了 就着急了 二国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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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货多呗 货多 严多 主要是严多 这小二哥累了 今天 中午 中午他来的面 他夹量了 因为他 他比我要处理处理多 因为他负责抗杯 我负责粥这个 不是也信仿 跟我一些面 没事你跟二哥换 毕竟收入比你大 你咋就比这体力强 不是我现在 我腰不行现在 你说咋 我开车 到屏幕前也没有开车 现在我颈椎病特别严重 但我的腰椎也不好 经常坐 我开车已经开了 只有十多年车了 都是 从以前那个货车 到现在 原来我跑过长途 我跑过两年长途 所以颈椎病都坐下来 但我平时不怎么玩手机 就是有这个作为这个病人 没能够整点药去吧 交抗鱼行吗 行 行 交抗鱼行 你在明天天慢点 应该晚回 帮着小吃茶去 不 别着急 行 我回来的时候 逛河那行 好像有个造势 就找到秋天 秋秋秋的时候 这边人特别着急 他们着急 咋的呀 回家 开四车车 那帮人也没有证 东北好像开四车车很少有证 他们就有时候喝点酒的时候 在道上瞎货 本身晚上时间不太好 好像我也没站起来 我直接过去了 我感觉好像一个车 沟边停了 好像有两个车在那儿站着 所以说啥子 安全驾驶吧 安全利益 就是平平安得出去 平平安得回来 就挺好吧 这也必须得安全利益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 坐半车 我看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那个线路 输入车和私家车管 他们虾都虾 有时候咋的不注意 咱那新手太多了 我这人虾子 可能是那些私家车着急了 都有可能 两方面 今天要慢点 两方面 更着急 这不是单方面 安全利益 安全绝对利益 那你今天回来挺早 你跟儿子久前久后 儿子刚走 刚走 你就回来 我天天晚上得有网课 天天补课的补到 9点多 9点半 你看我这当地 我都不知道我这几点 这有点 有点不称职的有时候 今天我问了职长 然后他说吃麻辣香果 我也得做麻辣香果 那天那铁蝶怎么做就对了 有时候铁蝶说 你烙的小饼挺好 那天你给出个视频 行 从那天我修班 我给大家出个视频 行 然后感觉我今天的菜 你们回来我进房 下班 行挺好媳妇 然后那个 那个铁蝶熟茄子 聪聪老爷子 给我吃的嘎嘎香 吃一口就是 被聪聪了 好好活着 不是 为了你铁蝶好好活着 为了我关键活着 我不能便宜 我不能便宜别人 这么好媳妇 便宜别人我们都 发现你一天可能 小猫上山 你怎么进说虎壳呢 能便宜怎样 小猫 小二上山吧 小猫上山 进落虎壳 多点分啊 不喝嘴 我不喝嘴 我不喝嘴 这楼下 咱们楼下回来摸 这有热气 咱俩回去摸 咱们回去摸咱没有 哪有余温的 这一天冻了 真冷 现在的屋里真冷 这咱们是 棉裤 麻将 各单位 麻将更冷 真的 现在咋 过来这好 在五六天 今天可是暖气 可是人是放气的 但是咱家是 都没一点 都没上水房 那兀�� 那元波 那离公市场 然后我都多 broaden 你已经那个工作浩天了 那个滚倒已经直接除了,直接倒茶 那咱们不是一个工作,不都是地势坤吗? 为什么咋样? 咱手除了先倒茶那儿,来到咋样? 进水楼台先倒月来 对,你这句话说对了,这句话形容太多了 因为他手必须先解剖它,才能倒茶那儿 都已经从咋样拿走十来点 倒茶那儿给咱们冻干嘛了,这屋呢有十几个度啊? 这差不多,十六几个度,太冷了,没有温度计 太冷了,太冷了 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昨天我们那小温暖的小屋就嘎嘎暖和了 天天抱个热碗,小狗子抱个碗晃晃晃晃,太冷了 我这喝我这水都不热了,你脚跑不了 我昨天就脚头了,你才发现我脚头了 你昨天不回来得晚了,我还没洗手啊 你真是不注重我啊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就这头我不用脚太短 你自己啥脑型,自己不知道吗? 我脚也要脚啊 你说你低了个鞭铲男脑型,又脚这么短,跟你说多回来 鞭铲脑型,这存在正宗的猪腰了呀 我这东西怎么让脚的,回去别来我脚毛碎了,现在 我现在不脚就苏着大了,不脚那个东西 我根本上潮流,我脚量脑型就出哪了 我脚黑上哪看你,我这不刚丑 你都是不能摸个梦,你摸个梦,你看看你到哪,脚不脚头 你才不注重我呢 不得我回来,吃完饭睡着了,老板 我这头型脚五块钱,老板,在海伦现在你找不着五块钱的价格 我脚这头,就把我青春脚梅给讲,真是啊 我从二十来岁给我脚到了四十岁,真的,我青春脚梅了 从四十还给你脚八十,不是,她那孩子,全她们都知道 全她们,全她家楼下对面那个立发店 我当时她,她没结婚的时候我就跟那儿脚头 现在她那孩子都十来岁了,现在都 我是坚强跟孩子成长 要不然你能说青春脚梅呢,脚梅呢 一剪梅嘛,一剪梅 脚的都拔顶了,我就说你下回店脚这么短 那本军这本的就大,前面就没有头发 我不短,怎么突出你二哥我的性格呢 人小话挺多嘛,开心的快乐,小二哥嘛 我给你教了,吃饭 小二嫂,来吧,小二嫂,走去 感谢你今天为老公提供的这点啥呀 晚餐啊,吃这香香啊,嘎嘎香 你把我气饱饱的,这头脚的 吃饭 吃饭,里边都喝饱了今天呢 就剩你二哥一个人了,这家伙 二哥还有这么点白酒穴 二哥其实想喝着酒穴是 哎呀,也喜欢喝酒 就是咋的就是,但是明天出车他不能喝太多 就是咋的,工作得放在地位,家庭得放在地位 喝酒吧,也得喝点,但是尽量少喝 喝多伤身,酒的东西,喝正好被枕 今天喝多了,今天给老姐们唱个歌 其实我挺喜欢那首歌 二哥有时候爱说爱笑,但是也喜欢爱唱 就是瞎唱,唱不好 我唱不好,老姐们别见笑啊 为啥时候老男孩嘛,筷子兄弟啊 当时,但是在我们那年代的时候听虎那首 不找大街小巷都会传唱那首歌去 小大孩,但是我 当时我看看那短视频的时候 喜欢唱这首歌 后来我就开始,那时候跟全我俩 有时候到KTV,我俩B点的一个作曲 但是今天我,来个独唱吧 我都唱的不好,别老姐们别介意啊 我唱一句,当给老姐挑一挑一挑的气味 听他二哥这美妙的歌后 哈哈哈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过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时不时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春天啊,你在哪里 上个唱的剧也不敢唱 因为楼下楼上不敢大声 这个点已经九点多钟了 老弟们不敢大声 是唱到这儿的今天 希望更多的朋友喜欢海伦小二哥吧 小二哥是一个火锅开朗一个男人 就是希望老姐们多多支持关注吧 你们的关注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 感谢你们 再见 再见 快点 Vielen 快点 快点 感谢观看